好 美国全民健保实施以来 不单单只是一项强制险 欧巴马政府不断向民众宣导 预防医学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希望美国人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习保养自己的身体 因此 东森新闻特别推出 全新单元 乐活好健康 要和美国华人一起 天天学习健康新知 快乐又长寿 免疫系统功能下降 该如何预防 身体老化速度越来越快 该怎么保养 让WOMAC带你一一解析 破解健康密码 进行锁定由WOMAC带我 周一至周六 东森新闻乐活好健康 系列报道 很多人知道 酵素是帮助消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收酵素 但是却很少人知道 酵素在人体的新成代谢当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酵素扮演着生成代谢 和人体的各种化学反应当中的 媒介体 比方说开车需要电池 在身体里面 类似于电池作用的就是酵素 如果没有电池 那么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素 不能充分地分解出来 那我身体里面 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和能量 我们就不够 酵素对指甲和头发的生长 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蛋白质 水和其他营养素 除了酵素的作用 这些都不复存在 所以酵素是生命的根源 没有了酵素 生命就没有了 鼓励大家天天学一点生活越健康 在乐活好健康系列报导 星期二将继续来介绍 身体如果长期缺乏足够的酵素 可能会引发哪些疾病 而星期六晚间 还有更多的深入讲解 也尽请观众持续来锁定